云林一名灵性摊商贩售古早味的挖柜 上个月为了要回归顾客 打算推出买10个挖柜 可以送一条萝卜糕活动 不过在脸书上po文公告时 却忘了写挖柜的数量 变成了买挖柜送一条萝卜糕 引起了顾客抢定 而为了履行承诺 尽管亏本 灵性摊商还是坚持 要给小孩机会教育 赔本生意照样做 挖柜哦 至难的深陷 一神神造卖民众大牌长龙 就等着买挖柜 原来一个挖柜卖30元 但不论买几份 都会送一条价值100元的萝卜糕 亏本争议还是得做 原来是老板的一个疏忽 其实是老板让顾客 透过脸书订挖柜 定时定点送货贩卖 上个月为了回馈客户 打算推出买10个挖柜 就送一条萝卜糕 脸书投文公告 却因为二女儿当时吵闹 分心误打成买挖柜 送一条萝卜糕 让客人以为是只要买了 就会送引起抢定 为了要给小孩机会教育 林老板决定履行承诺 热气腾腾的挖柜出炉 鸡蛋热灶和香菇式标准的台南味挖柜 林老板为了家绩并照顾生病的太太 还有三名年幼的子女 向岳母学习制作古早味挖柜 尽管林老板多送出三万元的 萝卜糕亏本 不过也让孩子懂得信守承诺的重要性 记者国珍宇林采访报道